去年首办卢凯歌谣展 于是开启了家务部落族人学习歌谣的旅程 今年他们以童谣、勇士舞、聚会歌等 叙述部落的歌谣故事 展现一年间学习的成果 今年特别安排商里哀歌侠领奥的演艺 是用特殊哭腔叙述死者的劣力 通常是由熟悉部落人事务的女性来负责 为了学习哀歌侠领奥 还特别安排课程请齐老来教导 我们这个中生代税想要学这个东西 真的是太美太美了太好了 因为他们那个用的词我们真的是不懂 就很像在说什么翻译 可是他真的是很有意义 哀歌已经是在失传的一个状况当中 那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学习是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哀歌有高位遗嘱的作用 是最后对死者的表扬 也具有教育在场遗族或儿女 以及在场年轻人的含义 让商家发掘亲友 对他们的同情支持与鼓励 田调的过程里面 老人家说部落的祈祷也跟我们说 如果你想要学习 我们陆凯族更传统更古老的语言 只有两个歌谣可以学习 那就是祭祀跟哀歌 以西鲁凯旬而言 哀歌侠琳奥具有不同的两种意义 一个是结婚的时候 新娘的哭歌 另一个则是商礼的哀歌侠琳奥 但现今会唱的人越来越少 部落希望除了从一般歌谣 学习文化语语言外 更期望透过学习哀歌 让即将消失的古老语言 能继续传下去 原始新闻歌手 平农长志采访不到 原始新闻歌手